第二部分来咯 好的,我们基本上不要填充太满 填充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将勾针重新穿入 刚才已经锁过一针了,所以说就不用再锁针了 我们继续进行勾织 好,我们勾织的时候可以稍微捏着一点,这样比较好勾 首先的话呢,我们先穿过引拔针的针目,也就是第一针 先勾织一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上做一个记号口的标记 紧接着我们继续向后 我们在下一针,再勾织一个短针 第三针和第四针,我们是合并为一针的减针 我们在第三针将勾针穿过绕线 第四针,再勾针穿过绕线 然后合并带出 我们这一圈的勾织的规律就是 每勾织两个短针之后,勾织一个减针 勾织到最后的话,针目会比较紧 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勾,不要太着急 勾织完最后一针之后 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上勾织引拔针 新手的朋友不要忘记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的位置上做记号扣的标记 有经验的话,就可以不用再去做标记了 勾织完这一圈之后,我们勾一个锁针 接下来的话,我们是每勾织一个短针之后来勾织一个减针 首先第一针是短针,勾完之后 新手朋友记得做好记号扣的标记 接下来,下一针的话,我们是来勾织一组减针 减针就是两针合并为一针 往后就是重复的每勾织一个短针之后来勾织一个减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织完成 跃到最后这几圈,勾织可能会越困难 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勾,不要着急 最后勾完之后,大家还是依然找到第一针的位置上 来勾织一针引拔针 引拔针完成之后,锁一针 然后我们将线可以稍微再拽长一点 因为我们刚开始第一次填充,填充的不是很满 到最后我们这边要收口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再填充一些进去 这次填充的话,就可以稍微多填充一点 尽量的话把我们这个苹果主体里面填充的紧实一点 填充完成之后,勾针还是重新穿入 接下来的话,我们最后这几个针目全部都是勾织减针 也就是每一针都是两针合并成为一针 最后这边非常的紧 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去勾 首先勾针先穿过第一针的位置上 绕线带出 然后呢,我们再穿过下一针的位置上 绕线带出,合并为一针 接下来每一针都是重复这样的动作 穿过下一针,绕线带出 再继续穿过接下来的这一针,绕线带出 然后合并为一针 好,剩下的部分大家自己去完成 勾针完最后一组减针之后 我们直接找到我们第一针的位置上 新手的话记得要在第一针做好标记 然后我们把线勾出来 直接引拔勾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线头,我们留出一定的距离 再给它剪断 我们使用缝合针来把它缝合成为苹果的形状 首先的话呢,我们先穿过对面这个针目 然后直接穿到我们的底部 因为我们中间有填充干花 所以说穿的时候可能比较难穿 大家一定要慢慢穿 好,穿过底部之后 我们把线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线我们一定要给它拉紧一点 紧接着我们再穿回去 穿回去也是同样的 我们穿到顶部的位置上 穿回来之后也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线去拉紧 拉紧之后它中间才会有一个漩涡这样的形状 然后带出来的棉花 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用针的后面去将棉给它怼回去就可以 好,我们这样反复的来穿几次 穿两次就可以了 好,线穿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穿过我们主体部分 然后随便找一个部位 我们看哪边好穿就可以从哪边把我们的缝合针穿过来 然后我们把线头还是一样要拽紧一点 然后我们再顺着这个针木的纹理 再去穿回来 随便找一个位置穿出来 这次这个线不要拉得太紧 然后这个线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它剪断了 这个线头的部分 然后把这个主体给它捏的均匀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勾置一个叶子 我们将绿色的线缠到我们的手上 首先我们先来锁一针 锁针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向后勾置八个辫子针 八个辫子针勾置完成之后 我们找到倒数第二个辫子针 我们挑半个穿过勾置一个短针 随后我们勾针绕线 穿过下半个辫子 我们来勾置一针中长针 中长针就是需要绕线一次性把三个线圈带出 下一针的话我们是来勾置一针长针 长针的话我们是先绕线带前两个 再带后两个 接下来我们再来勾置一个长针 依然是挑半个辫子 绕线带前两个 然后绕线带后两个 接下来再勾置一个长针 我们长针一共是需要勾置三个 绕线带前两个再带后两个 接下来勾置绕线 我们是来勾置一个中长针 最后半个辫子我们是勾置一个短针 勾置完成之后我们转过来 我们从另外半个辫子对称一样的方法去进行勾置 另外半边的勾置规则还是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勾置方法把另外半边勾置完成 最后一个短针勾置完成之后 我们找到第一针的位置上勾置一个引把针 然后我们再锁一针 将线拉长 我们把线头去剪断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藏一下线 藏线的话呢我们是直接把它带到背后 藏到我们后面的这个针目里面就可以 藏起针之后的话我们直接把线头剪断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大家自己去处理一下 我们取出毛线来给它勾置一个质干 勾针绕线我们先来锁一针 紧接着向后勾辫子针 我们大概勾七针八针就可以 大家根据自己喜欢的长度去勾置就行 紧接着我们就开始回勾短针就行 回勾的话我们是从倒数第二个辫子开始 在每半个辫子上去勾置一个短针 勾针完 编完最后一个短针之后,我们锁一针,翻转过来 我们重复按照这样的方法去进行勾织,也是每一针去勾织一个短针 好,勾织完成之后,我们直接锁一针,将它剪断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直干的部分,就勾织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来进行一下组合 我们直接使用缝合针,把棕色的线头和我们这个绿色的叶子 把这两个织片去缝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缝合没有特定的技巧,大家只要说相对来说把它缝合的美观一点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把这个缝合的部分完成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将这个织干和苹果叶子组合到我们的苹果上面 我们这边可以使用缝合针,也可以使用胶枪 胶枪的话,提前预热好,我们直接把胶水打到我们叶子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粘到我们苹果的顶部 叶子上可以再多打一点胶水,直接把叶子固定到我们主体的苹果上面 好,粘贴完成之后,我们处理一下这个胶 好,我们这个苹果的话就制作完成了 好的,我们本次苹果的勾制教程就全部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消灭的竹梁